半年来看真的很夸张 这个美国40年来 没有一任总统像川普一样 换高官换得这么频繁 从他上任到现在 平均每17天就有一人离开白宫 刑警的幕僚名单 大多都是对中国的强硬派 而且非常挺川普 那这是不是代表了 中美的贸易战火如火如荼的 正要展开当中 那当然最近我们在追踪的 就是包括了国务卿 还有前经济的首席顾问 这两位最近换人 科恩临职之后 由库德洛 也就是首席的 美国非常知名的经济名嘴 那他其实对于大陆的态度 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至于在美国国务卿的部分 提勒森被请辞走人之后 现在是由蓬佩奥 也就是中情局的长官 他对于川普也是言听计从 所以这两位上任之后 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美国的门神 正式站位 因为这个新经济首席顾问 库德洛 其实他是以非常强硬对抗贸易的态度 他说现在贸易不公怎么办 美国的这部分的权益 他要用非常强硬的态度来抢回 而且他还说 其实如果是他的话 他会买王者美元 卖掉黄金 这是他的投资策略 另外在新国务卿的部分 就是他蓬佩奥 他说其实不论是在北韩的政策 或者是在关税的议题当中 其实外界每次在质疑川普的时候 他都是出来力挺川普的 不过这两名汉将正式就位之际 那川普呢其实他所属的共和党 又在宾州补选吞下了败仗 这个其中选举执政党川普败了 那败了之后 他在这个经贸的议题上 比较强悍的态度是会缩手 还是说他会乘胜追击 一直告诉大家 美国第一美国优先 就是要大打贸易战 骂别人来帮他抢回失去的民心 所以这一次意外是宾州的情况之下 也为川普的其中选举敲赏了警钟 大家担心他接下来的动作会不会更强悍 再者白宫经济会议主席 已经开始正式要求了 现在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他说要缩减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要求中国限期改善 如果不改善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会对中国来苛征关税 但是中国也不是省有的灯 如果真的被苛征关税被反击的话 中国呢 第一个大家担心他会卖美国的国债 再加上其实现在波音 也就是美国的波音公司 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反击美国的首要对象 所以我们看到了波音股价 昨天一口气中错了2.5% 所以看到了这一连串的动作 也使得国际的紧张情势 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消除 但是反映在今天的台股跟陆股当中 看起来大家担心现在呢 这个美国要对这个中国 鹿股今天好像没有跌很重哦 只有小跌0.2% 那如果对抗大陆 对抗他们的科技业 台湾也有可能会间接受害 但是台湾今天也没有跌很凶啊 我们就来看看台湾电子厂商的动作 面对高通的来势汹汹 国内的IC设计龙头联发科 正式宣布自家的人工智慧AI技术 他们将结盟大陆的腾讯等伙伴 准备要在市场上 一起来打AI大联盟 有了人工智慧AI的助权 联发科新款手机晶片T6P60 身价立刻不同反响 现在更传出捷报 荧幕上方的刘海造型 看得出它是今年的新款 在3月就要上市的OPPO R15 原本属于独家采用高通骁龙660晶片 不过在联发科高性价比强势回归之下 改采双处理器版本 而外传另外包括了魅族旗下的品牌 魅兰 小米以及Vivo 都将采用P60晶片 也难怪这款晶片 被誉为联发科上半年的业绩救市主 是让一些它过去重要的客户 能够回归到它整个大本营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是蛮重要的一块 在这一块 即使可能毛利率是30多% 甚至没有超过40% 但是可以创造很大的经济规模 能够把客户的心重新找回来 AI人工智慧功不可没 而联发科最新更拉拢重量级伙伴 要打造AI大联盟 联发科15号在北京正式宣布 人工智慧技术将会结盟中国网络巨头腾讯 还有主攻影像辨识的商堂科技 矿式科技等公司 人工智慧技术上会携手包括新应用 原本只能够在云端实现的 AI推理和训练 现在在手机终端当中也能展开 对于消费者来讲体验将会更为及时 对于这些下游的这些新创公司 尤其是包括了商业模式 其实他们的那个盈利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对于他们又有开一些 客制化晶片的需求 其实他们的烧钱的那个 那个步伐是不手软的 所以我相信在这一块 其实IC的毛利会蛮高的 人工智慧生态系包括了Facebook Google 以及亚马逊为核心 是ONX架构 开发者可以在此架构之下 开发系统软体 并且同时支援多家科技大厂的产品 研究机构预估未来5到10年 全球的AI年复合成长率 可以达到52% AI也成了IC设计厂商 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工具 记者杨志杰先龙正台北报导 由于阿ly